女生身上敏感部位众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对于女性身体的探索 大多数男性也只停留在耳后 脖子以及丝束等众所周知的敏感部位 当大脚趾碰到一块突出的石头时 你是否会有静蓝的感觉 这是因为大脚趾上有一根神经 直接和生智器相连 因此对女性的大脚趾尽情爱抚 会带着她与众不同的快感体验 底骨是位于背部的一小段垂骨 臀部上方 其中有连接到生智器的神经 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 对这个部位进行奠基时 91%的女性会获得性高潮 有人将鼻子和性胆联系起来 这也并非空穴来风 科学已经证实 和面部其他部位相比 鼻子包含更多的神经末梢 此类鼻腔还包含勃起组织 能够刺激性欲 促进血液循环 极高身体的敏感度 刺激这个部位 甚至可以引发秘略鼻痘炎 就是因为当伴侣爱抚时 使鼻腔充血所致 刺激足底不仅能给女性带来快乐 男性也一样 众所周知 足底拥有丰富的神经末梢 其中有些是和性器官相连的 亲吻男性的足底 可以让他感受前左未有的快感 女性的肚脐和下面有许多共同点 胎儿期在子宫里时 这两个部位是由相同的组织分化形成的 进入成年期 如成年期 这两个部位之间仍有神经相连 尝试做这样的实验 用手指按住肚脐 生殖器就会有感觉 这就是肚脐能带来性快感的证据 女性的胸部是非常敏感的 男性也不例外 和女性一样 男性胸部也包含许多神经末梢 亲吻和爱抚男性的胸部 可以使他们兴奋不已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位孤独的行者 我们无法操控生命的节奏 亦无法预知终点的风貌 所能做的唯有竭尽全力 去充实我们的人生阅历 结交更多的朋友 与那些心灵相通的人建立联系 无论是激情肆意的爱情 还是平淡如水的友情 都能让我们的旅程显得不那么孤单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 最难以捉摸的是人心 最不可捉摸的是爱情 如果说世间万物 只要努力都有可能获得 那么爱情就是无论如何努力 若双方没有心灵的契合 便永远无法成为伴侣 若命运不济 可能一生都要独自一人 孤方自赏 当一个女子始终渴望爱情 却始终未能找到那个对的人时 她是否还应该坚持 是否还需继续寻找伴侣 让我们聆听她们的心声 她们的回答充满了人间的清醒与智慧 令人深思 现年52岁的李阿姨 自20年前与知爱分手后 便一直独自一人 未婚也未曾尝试再寻找另一半 这些年来 虽有不少人欲为其介绍对象 但李阿姨总是以各种理由挽去 在李阿姨心中 那场20多年前的恋爱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那次深刻的伤害 让她对所谓的爱情不再抱有期待 20年前 她本已准备与当时的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 却在婚礼筹备之际 却在婚礼筹备之际 意外发现男友背叛了自己 与同事有染 那次情感的背叛 让她从此对真挚的爱情心灰意冷 她将悲痛化为动力 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了事业中 凭借自己的努力 她早已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李阿姨坦言 如今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 让她感到无比的安全与满足 她认为与其在晚年再去劳心劳力地寻找爱情 还可能面临被欺骗的风险 不如自在地走完余生的旅程 55岁的刘阿姨曾有过一段长达20年的婚姻 然而在10年前 因为丈夫对她的厌倦 决决地结束了这段多年的感情 在这漫长的10年间 她与女儿相依为命 没有再寻找其他伴侣 而她的前夫则在三年前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性 据说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段长达20年的感情说断就断 让当时的刘阿姨心痛不已 她对婚姻中的厌倦感到困惑不解 毕竟这是每对夫妻都可能遇到的阶段 稍微忍耐便可度过 她不明白为何要走到离婚这一步 今晚10年的时光已经过去 刘阿姨仍未找到答案 不同的是 现在的她已经放下了过往的执念 选择向前看 用心生活 即使孤独中老 也要过得精彩分成 刘大妈倾诉道 在过去的10年中 始终有人热心地为她牵线搭桥 介绍合适的晚年伴侣 这些潜在的老伴条件各异 各有千秋 然而对于刘大妈来说 她已经历经了婚姻的磨难 内心深处早已没有了那份憧憬与期待 重新投入一段感情 对她而言 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相较于爱情 她更争气在有限的生命里 能够陪伴女儿 将亲情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在她心中 爱情的重要性已日渐示威 有没有爱情 已不再重要 而王大妈已经迈入了花甲之年 新管三年前 她失去了陪伴自己大半生的老伴 为能共同步人生的耳顺之年 但幸运的是 她的孩子们都非常孝顺 孙子孙女的活泼可爱 让她在生日这一天并不感到孤单 对于王大妈来说 一生一世一双人 是她心中最理想的爱情画卷 老伴的离世让她倍感孤单 但她从未有过再寻伴侣的念头 她回忆到 在他们那个年代 二婚或离异的人寥寥无几 即便是惊人介绍才相识的伴侣 也能相互扶持 共度余生 王大妈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她与另一半 是通过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 在王大妈的心里 死亡并非一段关系的终结 在她内心深处 始终为老伴预留着一个 无法替代的位置 对于年过半百的女性来说 50岁意味着人生的另一个新起点 她们对生活已经有了 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领悟 不再受世俗观念的束缚 也不会因为忍受不了 孤独而草率做出选择 现在的她们 信明之又清显 她们宁愿选择高质量的独处人生 也不愿将就于 因而凑合的两人关系 胆情里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 得从情感上 从心理上 从现实里 三者相互之下 男女才能真正能够彼此深爱着彼此 不离不弃 女人而言 她们对于感情的要态度 一直都是稳一点 如果认定了一个男人 多数女人就和人能不分手就不分手 换言之就是爱情 需要经营 男女便是深爱的样子 所以女人深爱一个男人 从来都不是长相 不是钱那还是环境所塑造的 所以给出来的认识表现 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一个长久美好的感情生活 所以究其本质 感情里多数女人真正需要的 她会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一辈子的 从来都是这三点特征 那是灵魂伴侣 是她深爱她的意思 而是眼神好的特征 眼神好的人 说明这个人情伤感 也是一个闷声干大事的人 说话包括做人做事 在现实生活里面 都是一个静的人 毕竟感情里也是如此 真正喜欢一个人的人 深爱一个人的人眼神好 能关注到对方的情绪 能及时给出自己的安全感给爱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贴心且温柔的人 这样的男人 富有诗书气质滑 身上的气质不凡 内心也有格局 女人喜欢一个人 说白了感情 男女能走到最后 爱上的感觉的占比 其实非常微小 毕竟要过日子的了 要面对普通生活 要经营要眼神好 有眼力见 能担得起事的男人 便是女人深爱一个男人的 最基本的一个地方 现实里一个有素质的人 好处多多多 无论何时 一个有素质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尊重 尊敬因为这个人有自己的思想 不会人云亦云 只会看正负 人心颇测 不求彼此托举 但求有事的时候 不要把人拖下水 这是现在多人最奢侈的一件事 现实里太多没有素质 且不自知的人 所以一段长久且美好的感情生活 便是一个人的素质的特征 有素质的人 显然不会随便辜负一个人的真心 有素质的人也不会随便在一段感情里 不懂得珍惜和相互付出 所以感情里 感情里 容颜终究会老去 金钱也会一直消耗着减去 但是唯一不变的 不会变的 便是一个人从小到大养成起来的个人素质 那是感情里难得的东西 有了感情的保障就有了 多数女人深爱一个男人 便是因为你是一个有素质的人 就是论事的人 是讲道理的人 是不认死理 但可以沟通的人 感情里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另一半 从来不是长相 不是钱那只是普通的 恰好的 合适的 但要是想让感情长久 想让感情变得越来越深 就是真正的爱情 长久的爱情 爱你的人 是想要和你长久幸福的人 所以日见良人 随养皆良人 其实就是就事论事 爱自己爱对方 相互的相爱的相爱的 不是感情用事才叫爱情 爱是克制 才是就是论事去解决 去面对爱情阻碍 经历得起考验的爱情 不仅是需要感情 所以多数女人深爱一个男人 从来不是长相 不是钱 那都不是真爱 而是就事论事的特征 感情里一个人的喜欢 其实不只是放在心上 男女遇见自己喜欢的人 就会主动表达对这个人的好感 或者在乎的样子 现实里那些看不见 男女无法从一个说喜欢自己的人身上 感受出来喜欢的心情的 无疑那都是假装出来的喜欢 毕竟爱情都是相互的 何况一个人的真心 那是可以看出来 看不出来也会有点感受出来 而不是什么都没 一点被爱的念头都不产生 尊重的男人 都是敢爱敢恨 特别潇洒 也可以特别深情和专一的男人 事业上真正的男人会顺顺利利 会闷声发大财 而感情里 男人深爱一个女人的样子 两字 付出两字 爱情的付出 不区分多少 毕竟爱情爱情 不需要计较 也没有对错 这需要明白是不是心甘情愿 能不能还喜欢着 所以男人深情爱一个女人的样子 便是付出两字 男人会给自己爱的人空出来时间 彼此陪伴 彼此培养感情关系 而且可以觉察 男人还会从精神上读付出 付出经历 付出时间 付出青春 付出信任和依赖 付出了人生一大半美好体验 感情就占其中之一 所以才觉察到这是真感情 才会是付出两字 走进女人的心里 男人要和一个人在一起 女人可以知道 她对你的付出一直都在 而且是清醒的 不会受惠 偏爱两字 感情里偏爱一个人 那就是一辈子深爱对方的意思 因为足够真心喜欢 足够爱上对方 才会在日常琐碎之中 一个人本能想去 却真的去偏爱另一个人 男人偏爱女人说的话 相聚的时候 男人不会去记住别的女人的喜好 但是却会对自己的喜欢的女人格外上心 会记住自己喜欢的女人的喜好 爱一个人 就是得从心底里去 是偏心的 是偏爱的 是唯一的样子 男人如此对待女人 如此只是偏爱这一个女人 男人是深情爱你的 他深情爱一个女人了 所以男人而言 他们才会只在乎你 而不是别的人 让别的女人误会 现实里不非让别的男人误会的女人 其实就只是一种误会 误会是爱情 其实只是短暂爱上的感觉 不是偏爱的感觉 而只是爱上的感觉 很难长久 人说的认真对待感情的人 一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毕竟爱人 亲爱人 亲爱己 会爱人 更会爱己 一个懂得认对待感情的男人 对待自己爱的女人 不会差到哪里去 相反这样认真对待感情 不随便开始一段感情的男人 才是深情的男人 而且不是盲目深情 而是真的扪心自问 也真的实际行动出来 彼此相处 日久深情之后才产生的认定感 因此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他想要娶这个女人 要和这个女人在一起过一辈子 那就是有始有终 缘分相遇的开始 男人就会仔细去和女人相处 从说话的语气 从说话的语气 到行为举止的绅士 有情的男人 有心的男人 其实一半一半 而有心有情的男人 遇见自己喜欢的女人 同样是认真的对待感情的女人 就更是男上加男 所以男人遇到了 男人深情爱一个女人的样子 就是认真 凡事不会冲动 会克制深情的男人 会懂得爱是相互的过程 所以女人遇见了 也列错过 爱又传递爱的迹象 感谢观看